我們就是希望畫全部 總共有10個欄位 剛剛只有畫兩個欄位 就是B跟C 然後一直到K 所以其他部分 當然要解決剛剛兩個變數就可以了 不過講這個 剛剛這個全部折線圖之前 其實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刪除的部分 刪除比較簡單 這邊有個刪圖有沒有 刪圖我是建議你乾脆拿來當成範本算的 直接Ctrl C Ctrl V 因為其實它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這裡面有什麼 有Char Objects 所有的Char Objects就這個東西 只要有圖的話 而且點Count的數量如果大於0的話 那就幫我刪掉的意思 一是說我全部刪的意思 所以這個刪圖 實際上就是全部刪的意思 只要裡面有圖就全部刪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刪個別的話 那你要知道那張圖的名稱 或者它的鎖影值也可以 但是我是覺得有點麻煩 乾脆全部刪算 你會發現這個就全部刪光光的有沒有 接下來如果要全部 所以全部怎麼寫 那當然基本上我可以拿那個 美元折線圖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好了 貼到這個地方 改成叫做全部折線圖好了 OK我現在畫的是全部 全部折線圖 那有兩個地方必須變動 哪兩個地方呢 第一個的話就是 for i 總沒有10欄 所以我們一樣 在這個先加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10好了 因為b 到k 剛好有10個欄位 好 然後呢 把這中間的這兩行怎麼樣 把它先搬到它中間 按一個tab 鍵 讓它收牌一下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把這個東西 當它是第一次出現 它是1 當它第二次出現 它是11 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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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何滿足這個條件 想了一個變數叫k好了 k又出現了 k還滿萬用的 k等於什麼呢 如果根據i來改變 因為i1到10嘛 所以如果i 它預設假設1好了 k等於1的話 那如果都m1 可是不對啊 後面可以再加什麼 加上 如果當i這個值 i是1的話 乘上10 如果乘上10之後會怎麼樣 那第一次變11了 第二次變20 好像有點滿足了耶 只是說初始時應該要把它減10 當然你可以講 後面減10可不可以 減10可不可以滿足 好像可 不是 11-10 11 1嘛 21-10 11 好像這樣也OK耶 對齁 要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i先減掉1 先刮幅一下 為什麼減掉1呢 因為減1之後變0嘛 那0乘上10 不是也是0嗎 所以呢 1加上0就是1 那當i等於2的時候 那減1不就1 1乘上10 那就變11了 所以這樣不就OK了嗎 就滿足了 好 所以我們k就產生出來了 不過雲端上面 這個加1是寫在後面 寫前面都可以 我好像雲端上是寫這樣 加1 反正都一樣 加起來結果ok就可以了 然後呢 可以怎麼樣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m1剛好 1剛好是尾巴 所以把它delete掉之後 空一格m的k 就串在後面就可以了 這個前面有講過 然後這個一樣 把它delete掉 m的k 那它就會什麼 當它是1的話 就m1 當它是11 就是m11 所以喔 如果理論上這樣 第一個變數做出來之後 我們就執行看看 看一下有沒有 有了耶 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位置都ok了 只是說呢 它裡面得到的結果 都是美元 不對啊 第二個應該人民幣 那為什麼沒變 因為我們這邊沒改 所以喔 我們需要怎麼樣 當它第一次的時候是b 當它第二次的時候是c 以此類推 有沒有 可是要什麼方式 就是可以做到 當它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d e f g h i j k 總共有10欄 其實喔 我想了很多方法 後來想了一個簡單 相對簡單啦 不過我不確定 各位能不能覺得簡單 我寫一次 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呢 我增加一個變數 這個col是隨便想一個 叫colin的簡稱 然後呢 它裡面就是輸入它的欄位名稱 因為藍位名稱是文字 b c d e f g h i j k 好 那我給它總共這些文字 那總共有10個啦 其實也有10個欄位 那我假設想一個辦法 就是當i等於1的時候 就抓b這個字 當i等於2的時候抓這個字 以此類推 就跟著i 可以變動的話 然後把抓到那個字 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解決剛剛 我要的那個需求了 那接下來喔 特別注意喔 底下呢 就可以增加一個變數 叫做c好了 c等於用一個mid 其實mid還蠻好用的 把col這個字放進來 所以 豆點 抓第幾個字 第i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這樣的話呢 來看一下喔 也就是當i等於1的時候 有沒有 它去抓一個字 那不就抓到b 所以c裡面第一次會是b 那i等於2的話呢 那因為這個變2了 所以它抓到就是c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 c這個變數裡面 就是根據上面這個文字 去抓它第幾個字 那不就滿足我們要的 那我再把c這個變數 放到這兩個位置 那放的位置 其實跟前面放i的方式一樣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空格 有沒有 然後b也是一樣 把它選起來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c 然後前後空格 好 這樣的話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好 來試試看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剛剛利用這個字串 去切割 切第一個字b放過來 切第二個字c 欸 剛剛好 那最後我把舊的圖刪掉看看 然後再執行一下 全部 折現圖 看一下 得到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對耶 英鎊 英鎊有上來一點點 澳幣也上來一點 美元對港元 港幣 OK 人民幣 南非幣 紐幣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旁邊 再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全部的 全部折現圖 就這個 全部折現圖 然後一個是三圖好了 一個這個嘛 然後把這個複製貼過來好了 我習慣這樣 然後把它再重新指定它是三圖 然後再產生新的 三圖 再產生新的 這樣感覺應該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OK 那未來甚至啦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寬 我可不可以變成一二 就是說現在是從上到下一到十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改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左右左右左右這樣放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 就是說一例也現在是放一個圖嘛 你可以放兩個 可不可以放三個 當然可以啊 你只要把那個規則做出來 你愛怎麼放就怎麼放 那甚至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擠 我可以放到另外的工作表 當然也可以啊 你要怎麼放怎麼放 所以以後只要有數據 爬下來之後就可以畫成圖 那其實說真的 大部分人還是看圖會比較喜歡吧 誰會想要看 你又給我圖看就好了嘛 你我看數字幹嘛 這數字看半天我還是 雖然有一點點知道它的數字 可能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可是問題太累了吧 誰還會看那個數字變大變小 直接看折線圖比較快嘛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現在很大一個需求 就是所有的data都已經變big data 那你這big data背後 誰會去看那個big data背後裡面這麼多的資料 當然你就把它幫我視覺化變成一個 我很容易讀取解析的一個圖來看 應該圖目前來說應該最簡單 如果還有比圖更簡單 你就秀那個東西給它看嘛 它就馬上知道了 甚至其實圖都不用 甚至自動幫你做那件事情 比如說像甚至 還有什麼的程式交易 比如說到多少的 比如說多少的那個匯率的時候自動買進 多少的匯率自動賣出 有沒有 然後再結合AI 自動就可以幫你做很多事情 對啊 OK 所以這個理論上是目前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你懂這些方法的話 理論上我想應該 未來應該是不缺工作 理論上也不是什麼人求士的問題 未來可能是士求人 你可能太多公司太多的工作要找你 你可能應接不暇 OK 但如果你能夠做到士求人的話 相對你的價碼就不太一樣了 OK 不過前提是你要有那個本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很多程式 其實這個 至於這個為什麼這樣做 很多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 如果你假設有更簡單更好的方法 那歡迎你可以告訴我 我還蠻想要知道的 因為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OK 如果未來有類似的方法 應該不是我參考他的 應該他參考的可能性比較大 至於要怎麼寫 其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所以有時候是需要很多時間去揣摩的 那剩下今天的那個作業部分 練習作業就是把這個做出來 然後成長角角就OK了 當然如果你想要變化 你可以再做 剛剛講的 做兩個 有沒有 1 2 3 4 或者做三個 1 2 3 4 5 6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做 或者是換在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 這個都可以啦 只是說要花一點時間去try 試試看